福建舰即将进行海市 005号航母还远吗 近日有军民发现 大连船厂的分段车间正在进行改造 像航母万吨大区之类的大型军舰 都需要在分段车间里进行建造 焊接和组装 分段车间中有一种特殊的切割工具 可以平整的切割出十几到几十吨的钢板 用于建造航母的加板 福建舰的建造以及山东舰的升级改造 都是在大连船厂进行的 当时厂内的分段车间都没有进行升级 为何在福建舰快要海市的时候 突然进行改造呢 外界议论纷纷 大连船厂很可能再为005的建造做准备 因为005的吨位更大 制造难度更高 才需要更高水平的制造车间 而且大连船厂最近也没有 其他大型船舶的订单 至于我国的004号航母 则很有可能在江南制造厂动工 有专家分析 004很可能也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 现在正在建造的福建舰 是我国航母首次使用 平直甲板和电磁弹射 看下要多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好为后面真正的核动力航母铺路 004和003会和辽宁舰与山东舰一样 外形和排水量相似 互为姊妹舰 性能上004号要烧强 而005号估计就会是核动力 而网友指出福建舰还没有形成战斗力 004号还没有正式消息 005真的有建造计划吗 这个还真的有 目前我国三艘航母的型号是16 17 18 004应该是19 而在前不久官方发布的一则宣传片中 出现了一艘弦号是20的航母 这座航母并没有严重 也就说明它肯定是核动力航母 核动力航母顾名思义 就是以核能作为驱动力来源的航母 它的原理是核反应堆产生热能蒸发水分 产生水蒸汽 水蒸汽在驱动蒸汽涡轮机产生动力 这就使得核动力航母不需要携带大量的燃料 可以腾出很多空间 用来放置战机和武器弹药 核能还十分耐用 航母在加满核燃料后 可以连续不断航行几十年 绕地球几百圈 一直保有战斗力 不需要担心燃料补给 另外和常规动力航母相比 核动力航母的马力更强 像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的动力 就达到了20万马力 具有超高的航速和机动性 宽大的舰体和厚重的舰身 使得核动力航母具有更强的浪风浪能力 所以自辽宁舰服役以来 广大军民对于核动力航母的呼声 便越来越大 有专家估计 我国的005号航母一旦服役 其排水量将超过十万吨 采用核动力系统和全电推荐 还会搭载新型舰载机 目前 我国在航母的建造工艺上 已经十分娴熟 福建舰这艘8万多吨的巨舰 从下水到准备进行海试 也不过一年时间 005号航母预计会在未来几年下水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我国只有有了这些金船力炮 才能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 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 好